女排主帅窜出新黑马 41岁少帅有望接手 排潭民宿或为其保驾护航 中国女排选帅已经进入甄选阶段 郎平、陈忠和、沈福林等专家组成员将对候选人进行评估 选出最适合的人选接手中国女排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女排主帅已经成为了烫手山芋 不管是谁都不想轻易接手 前助教安家杰和前主帅胡靖都已经宣布找到了新工作 他们将分别执教山东女排和四川女排 王宝全这边则是意愿不高 希望留在天津寒一弄孙 蔡斌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9年的失败经历让他胆战心惊 生怕再次执教重蹈覆辙 导致国家队和地方队两头落空 那么谁能够接管中国女排呢 笔者认为41岁的沈琼很有可能成为黑马 从男排教练转型为女排教练 执教国家队排协给出的多项条件 沈琼都极为吻合 作为中国排潭的少帅 沈琼的身体状况良好 可以满足长时间高强度的训练要求 上海男排经常引进外援 所以在国际视野上 也比其他教练要强 更为重要的是 沈琼的执教成绩相当出色 国内能和他媲美的并不多 13年全运会退役后 沈琼就接管了上海男排 经过短短一年的努力 重新把上海男排带上了全国联赛冠军的宝座 他自己也荣因最佳教练 在执教上海男排的八年时间里 上海男排拿到了六连冠 可以说沈琼的执教能力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可 女子排球正在朝着男子化发展 很多国家的女排主帅也都有执教男排的经历 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让男排教练执教女排 可以把男排先进的立体战术引入到女排当中 让女排比赛更加的精彩 随着女运动员身体素质的逐渐提升 一些男性化的动作也应该适当的融入女排队伍当中 现在的中国女排已经到了要做出改变的时候 沈琼就是改变中国女排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 在女排选帅专家组中 沈福林指导是沈琼的恩师 不仅指导他该如何打球 也指导他该如何当好教练 若是有了沈福林指导的保驾护航推荐 相信在和赵勇张建章的较量中 沈琼还是占优不少 在本赛季女排联赛的决赛阶段 沈琼忽然现身直播间 成为嘉宾和张哥一起解说了 天津女排和江苏女排的比赛 按理来说 作为男排教练而言 对女排联赛的关注应该不会很高 不知道现身决赛是否意味着 他对女排主帅一直有了兴趣呢